大家好,我是大鹏,我现在在泰国首都曼谷 现在在我的前方呢,就是曼谷著名的一个购物中心,陷罗天地 大家如果要是看过我之前发的视频应该知道,我经常来这个购物中心 而且这个购物中心啊,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我的第一个用来拍视频的相机呢,就是在这个购物中心购买的 而且呢,现在还正在使用,有些视频啊,就是用那个相机拍摄的 特别是一些晚上的视频 这次时隔三年啊,再次来到泰国曼谷旅游 这个陷罗天地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这个陷罗天地啊,内部布置的非常豪华 很多的国际大品牌啊,都在这边有店 因此呢,如果要是需要买奢侈品的话 陷罗天地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当然了,这里不单单是这个奢侈品区 还有一些面向工芯阶层的 特别是像这个第一层的美食区 没错,一般呢,我来这个陷罗天地啊 主要就是去第一层的美食区 还有最高层的这个数码区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奢侈品区啊 看着确实是非常的富丽弹簧 虽然我来这边也不消费吧 但是逛一逛也是如享受啊 这边晚上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喷泉秀 因此呢,有时候晚上啊 很多的这个当地人和一些外国游客啊 都会聚集在这个区域 这些啊,毕竟是三年前的一些印象 可能啊,现在多少有些改变 这次来曼谷呢 正好赶上松干节的时期 因此啊,可能这个陷罗天地这块啊 晚上会有些活动 行,现在呢,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来好好地逛一逛这个陷罗天地 行了,胜利着陆了 这边有很多等这个驳船的 但实际上他们等的不是我身后坐的这个 石榴泰珠的船 他们等一个这个 就是陷罗天地的一个专用驳船 但是这个游船免费的嘛 很多人都在这等着啊 反正我是等不了 看看,等着这群人 我宁可走着过去啊 行了,到这个陷罗天地了 外面这布景还挺好看啊 稍微地在里面转一转 好长时间没来了 三年多了 之前一次来还是这个 二零年的春天啊 到现在三年多了 这边晚上有这个喷水表演 但是我看这个意思 估计今晚应该是取消了 因为很多的这个喷水的区域都已经站上了 光是人了 今天就是来这看人的 今天就是来这看人的 今天就是来这看人了 我感觉这欧美人也是啊 这个又高又帅啊 找领个这个 怎么说呢 反正我真的领不出去啊 过了还搂上了 服了啊 这不挑食啊 反正我受不了 即使是临时的吧 感觉也受不了 又来到险罗天地了 这边一层是这个餐饮区啊 因此这一块人最多啊 以前住这个士隆路的时候 经常来这里 士隆路跨过这个梅南河 就是险罗天地 因此那个时候来这比较方便 从这个考山路来到这 至少得坐船 20分钟啊 再加上步行 放个多小时吧 然后到餐饮区了 到里面看一看 也许背部到时候吃点什么 看到我了 戴着这大帽子 我的这个帽子就叫鲜眼啊 鸡肉饭 这还是挺贵的 毕竟这个房租就不便宜 表演的是泰国的水上泰拳 泰拳呢大家都知道 人气呢非常大的 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 有多少中国游客啊 还有这个中文的 说有这泰拳表演 一会儿过去看看 泰国人也听不懂 然后欧美人也听不懂 这是专门为中国游客准备的 这个女的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 行我过去看看 看来这个泰国是真的为中国游客准备了一切 看来水上泰拳 水上泰拳就要开始了 大概还有个五分钟左右吧 现在是六点半 刚才听介绍是六点三十五开始 开玩笑的 在这三个月上面 在桌上 看来很长时间了 看来很长时间了 在这三个月才会 在这个月上面 进去看 大游客准备的 一下出发 大游客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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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死了 round run figh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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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哪裡 我回來了 都是你 這太太 抱歉 那太太 抱歉 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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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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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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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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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好像 这个擂台有些问题 在这个比赛暂时停止一会儿 现在这个仙楼天地里面转一转 还挺有意思 说实话占了半天有点饿 蛮好吃的 口袋里的钱应该是够 吃海鲜就不够了 这明显就是比这个外面要贵一些 大猪手子 四百五 九十块钱一个 大的一百多一点 其实要说贵吗 真的不贵 只不过就是这个 一个人估计吃不了那么多 一个大猪手子九十块钱可以 行了我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有点饿了 走一个卖鸡胸的 二十泰铢 这太便宜了 看那一块二十泰铢 开玩笑 我还最爱吃鸡胸 就是来一块 我来三块还不行 这鸡肉也太便宜了 有点接受不了了 你卖五十我都买啊 差点我卖个二十啊 一会我带几块走 这不是做买卖啊 这是开这个慈善的 一会我带几块走 找个地方吃啊 这也太便宜了 我们那三块啊 绝对啊 我这半量够了 这个水上泰泉结束了 好像因为这个泪海有问题啊 刚才这个听主持人说 今天不打了 得维修一下 看看在这个鲜罗天气 再稍微的转一转 一会怎么说呢 其实来这也就是看看这个表演 还有吃点东西什么的 楼上都是比较奢侈的品牌 上去也是 怎么说呢 到死于游 也没什么能买的主要是 因为钱啊 海鲜不敢吃啊 怕吃完之后 这个胃口受不了 之前记得在这个柬埔寨看到一个这个俄罗斯人啊 就是因为吃海鲜 四天不让吃饭啊 开玩笑四天不能吃东西 当然他就是特别虚弱啊 天天就是躺着啊 可以喝一点水 就因为吃海鲜 不知道是中毒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俄罗斯人 但是是朝鲜族 朝鲜族俄罗斯人 不会说这个朝鲜语 只会说俄语 会说英语 但是呢 因为他是朝鲜族啊 可以在这个 韩国找工作 他当时好像就是在韩国工作 行 稍微的在这个下楼天地 转一转看一看 一会儿还得回烤沙路 因为这边离烤沙路还是挺远的 其实坐这个百度船过来非常快 但是这有点就没有百度船了 行 今天这个鲜罗天地没白来 正好赶上这个泰拳表演 来晚了看不到 来早了不知道 到时也许背不住一看 没什么意思就走了 行了 就到这个入口处了 那边是入口 因为之前一般都是从那边进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 饮食区 也许哪天再来这个鲜罗天地 多点想坐船了想凉快凉快 因为在这吃饭比较凉快 我比较喜欢这一点 饭上还固执的还挺棒 回来再来这个鲜罗天地转一转 上楼上看一看 现在回处的地方 今天收获不少 挺好意思 刚从鲜罗天地回来 之前一般都是从这个鲜罗天地 坐三路公交车 然后呢一直就到这个考山路这边 但是现在民主纪念碑这一块 已经堵得严严实实的 我一看就提前下来了 然后呢走到住的地方 反正离的也不是很远 看看这些人啊 我估计考山路那一带人更多 现在在曼谷啊 不单单是这个曼谷本地人和这个外国游客 很多的呢都是一些这个其他省市的一些人 他们呢也来到这个曼谷来过这个苏勘节 因此呢这段时间啊 这个周围的住宿啊 价格明显上涨 而且呢这个街道上 这人越来越多 行了我一会儿找一条这个合适的道 回住个地方